哈喽大家好,欢迎来到简科技,我是简哥,一个专注于不标准普通话的科技解说 今天为大家分享,苹果手机如何设置有个性的副一屏,比如像这样的 而设置这种副一屏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,这里我们只需要一款应用就可以了 而这款应用我也为大家准备好了,也要关注简科技的微信公众号 然后回复数字721,下载完成后我们打开应用 我先为大家介绍一下界面的一些功能 这里的第一个是设置它的颜色,第二个是预览图标 第三个是添加副一屏展示的功能,第四个是删除功能 具体操作步骤如下,首先我们点击中间的加号,然后添加自己想要的一些功能 随后我们修改它的颜色,再预览一下 如果有什么功能是你不想要的,那么我们可进行删除 这种完成后我们再进入手机的副一屏,翻到最下面选择编辑 随后我们点击这里的自定义 接着我们添加刚才的应用,点击完成即可 这样我们的这个副一屏就做好了 该应用兼容IS8级以上的系统 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试一下 好了本期视频分享就到这里,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